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這裡是阿森638 今天呢 我經過了那間我很熟悉的回收廠啊 我記得先前我有在那裡 用一百塊買到了一台 雖然品礦並不是很好 但是能正常使用的一台Gameboy 那麼呢 這次我又在那間回收廠 請求老闆 然後我也只用一百塊就把這一台 品項不錯的小電視帶回來了 那麼呢 這台電視我就大概向大家介紹一下啦 他這個品牌是森寶 森寶在台灣算是一個蠻知名的家電品牌 不過這是他舊的LOGO 我這裡就有一台森寶的電風扇 那麼他這裡有一些模式 我們可以看 這是電視模式 電視模式 然後他就一個一個AV輸入而已 那這裡可以調一些選項 然後這裡是音量跟這個選台鍵啦 那麼我們再把它翻到背面看看 這一台呢在我剛收到的時候其實才不能讀 全部都是灰塵 所以呢 一拿回家 然後試完機之後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把它整個拆開來 用毛刷整個刷過一遍 然後再大約擦拭一下 之後外殼乾了 我也要把它裝回去這樣 好了 如你所見 北面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印象管呢 是用 韓國製造的LG的印象管 跟我們之前開箱的那個華映 台灣產的 有差別 這裡還有韓文的這個 鐵面貼紙 然後呢 它這下面的基板呢 基本上就也是有一點 這裡就靠一顆螺絲釘 就鎖住了整個基板 那我把 所以它現在是鬆脫的狀態 那麼 這裡沒有喇叭 它只在這裡 左邊 配了一個喇叭 單身到了電視機 應該是那種入門的機型啊 對啊 那給各位看看 它這個構造 它這個構造也沒啥特別的啊 這個零件都相當簡單了 拆這台電視就跟拆 家用床頭音響一樣簡單 只是它今天會有所謂的 高壓電 的問題 所以在拆的時候就要 格外小心 除此之外 如果你不怕整個拿下來 整個基板拿下來做 維修或者清潔 其實也是 不會太難的工作 比現在的電腦 還要好維修太多了 然後這台電視接口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裡只有一個 AV端子 跟 一個 通軸 電纜線 它這個 AV端子是 單身到的 然後 我們也沒辦法在正面看到任何的 AV端子 所以它其實只有一個 AV輸出 那 這個標籤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 標示它的重量 還有 功率 它這個功率呢 即使是我量過 它是20吋的 但這台的功率 比上一次那台東元 只有銅頭電纜那台東元的 135W 少了很多 它只有65W 那這裡也有跟你講重量 那麼 這種小尺寸我特別喜歡 因為 它也蠻輕的 如果拿上拿下 是挺容易的 那製造日期一樣 依然是一台比我老的電視 那麼在 我的外殼 晾乾煮回去之前 我就先來打一場 玩具遊戲給各位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效果相當不錯 玩這個 俄羅斯方塊 性體 作詞 全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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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